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高雄小港机场 我们要出发 此趟行程是五天 主要是要去栗山 还有看紫藤花季 富士之音 还有黑布峡谷 这五天满满的行程 那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上栗山 栗山自古以来 就有阿尔卑斯山的称号 在日本有三大名山 当然第一个就是富士山 还有白山加上栗山 就是他们三大日本 三大林山 一定要去造访 非造访不可 那你看哦 一下马上就到了 大家已经到了东京机场 现在马上接着来到紫藤花 独立紫藤 它每一年就开放一个月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 每一年都有很多人 我们要到这边来看紫藤 那它除了紫藤之外 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花可以看 可以说是百花珍艳 那我们就慢慢来欣赏 这各种不同的花灰 这玫瑰花 那紫藤 如树立紫藤公园占地 大约有八万两千平方公尺 里面的藤花的数量 大概有六种藤花 最高达到三百株来 可以说是三百棵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矮千钮 那这里面有本红藤 还有大藤 大长藤 八重藤 白藤 黄藤 这慢慢都看得到 但是每一年开放 未必到的时候就一定是开 那你看这个已经开了 看到的这个就是纸藤 看起来是黄黄的 那就是黄藤 那纸面来的时候 还没有到最盛开的时候 不够还是看得到 这个是竹栗子藤 这个是大棚藤 它是一个大藤 那黄色的还是开着 今年稍微来早了一点 不够大概可能要晚个十天 就会盛开 所以每一年跟着气候的不同 所以很难 很难 很难去抓得刚刚好 不过 还是看到纸藤花了 这么壮观的一个花园 什么花都有 里面最有名 当然就是那个大棚藤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黑布峡谷铁道 黑布峡谷铁道跟黑布林山不一样的 黑布林山就是做了六种不同的交流工具 那黑布峡谷铁道主要是坐着小火车 然后要看它整个大自然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它穿过好几个桥跟隧道 那图中最有名 我们会看到那个后裔桥 那这里的温泉也是非常的有名 那在这边还可以看到 远远的那个冰河 在这边还可以看到 特别安排的黑布峡谷铁道 主要是看这个峡谷 那就是跟这个跟隐历山不一样 沿途的风光真的是非常的美 尤其是春天看到一片翠绿的 穿着它 這是非常豐富的一個旅程 那日本人就會沿途介紹 這邊一樣可以看到水壩 鐵道本來他們這些小火車 本來是用來開花這一個水利發電 結果後來變成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小火車 這也是日本人的最愛 那沿途這邊總共會有經過三個車站 就像影奈葉溫泉的一站 還有我們看這邊可以看到萬年積雪的 就是我剛剛有講的那個冰河 所以這一段行程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這邊附近的溫泉也可以說是非常有 所以沿途會經過黑字 東調還有古皮三大站 每一年的春夏秋冬 你看前面已經看到 這個是千年的冰河 所以非常有名 所以為什麼會留下這一個鐵道 就像我們這個黑布加古鐵道 有一點像那個我們的阿里山一樣 慢慢上山也會上到2450公尺左右 那我們的阿里山是2418 你看來到這邊可以看到萬年的冰河 千年的冰河 一層一層的 這個只有這個地方看不到 在黑布利山還看不到這麼厚的一個冰 所以這也是它的其中非常特別的一個景點 那來這邊逛一逛走一走 就是沿著這一條河谷 這一條河谷 這條河谷 不要是做來水粒發電的 哇太幸運了太幸運了 來到黑布利山 今天竟然下雪了 哇大家都好開心喔 你看有人用跳的 我們現在從這邊開始 這一天 我們將會搭六種不同的交通公室 我們從這邊先搭巴士 往山上 哇那今天的山上 一定是超級漂亮的 因為已經看到下大雪了 山上一定低的白白的雪 到了大家衣服穿夠了嗎 有沒有人戴帽子 我們要先搭一段巴士 然後再到立山的子風 大關風 所以前途看看這麼多人 現在每一年都要管制了 哇下雪了 大家都超開心的 下雨大 從攝影機都可以拍得到 你看下雪下的多大 大家都還拿一傘 這不是下雨 現在我們在黑布水壩這邊 現在看到這個叫做黑布 黑布水壩 所以說可以說兩個地方 一個是黑布水壩 黑布水壩 那跟我們去看的黑布峽谷 又不一樣喔 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在附近啊 跟大家欣賞一下下雪的雪景 到底是下雪好玩 還是看雪好玩 其實這是一種體驗啊 一碰到下雪就變成黑白的 那我們已經做了另外一個交通工具 這個就是電車 電纜車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其實這個只要是每一個人拍的片子都不一樣 還有每一個季節來都不一樣 那相信觀眾朋友 黑布 綠山綠山黑布 大家已經不只看過次齁 那他每一年的四月份就開山 那到了十一夜 他就封山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黑布屏 那剛剛也看到黑布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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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開心啦 太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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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又要搭攬車了 另外一種不同交通工具 豐富的一天 豐富的一切 whole farm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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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人很多齁 來堆一個雪人吧 小雪人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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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們是冰淇淋 我們是冰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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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冰淋這麼厚 真是漂亮 這樣子 不同的交通工具一直換 我們聽到的立山雪 這個大谷 哇 大家看到 這麼厚的雪牆 這是雪 那我們要搭電纜車做高原巴士 還要做空中纜車 還要地下纜車 還有關電山路的巴士 哇 沿途你看 是在殘血 這個 立山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新鮮 因為台灣只有 河關山偶爾會下雪 不會像說到日本到北海道 都可以經常看雪 你看大家都在雪牆裡面 要慢慢走 要小心喔 不要滑倒 大家都玩到 不曉得跑去哪裡的 要慢慢走 因為那一滑會滑 你看那個雪牆這麼厚 所以早一點上山來還是對的 因為它這個時候它有開放 我們的觀光客可以在這個步道裡面去走 好 多高 現在是最高的時候 今年最高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第一批上山的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麼高的雪牆 哇 哇 我們的攝影師爬到最高點去拍了 看他們的輪胎都有夾那個鏈子 這樣比較安全 除了雪牆以外 所以來到日本玩這種地方 讓大家很安心 日本的安全措施都做得非常的好 哇 我們牽著雪牆 慢慢的下山了 我們牽著雪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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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樹 都被雪蓋起來 那從 1月到 5月到 6月 大概到6月 雪就融化了 這裡 非常豐富的一天 看到非常有禮貌的服務人 那我們不是到這邊就好了喔 我們還是會做 一段纜車 我們就下山了 據說每一年大概有10萬人來到這個地方 黑布里山到這個地方來玩 又看到我最愛的特綠色了 所以這個時候來可以漫步大雪谷的活動 當你6月7月8月來就只有冷 這個就是開山的時候 就會可以做漫步大雪谷 就是走在雪墻中間 豐富的一天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沿途美麗的風景 下大雪完了 現在已經放晴了 現在前往何掌村 何掌村 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也有人他說 它是同化之禮 為什麼它會是叫做何掌村 其實這邊蓋的房子 就像我們兩隻手 把它合起來一樣 那 要到何掌村 沿途的風光也是非常的美 那 沿途已經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築 那 何掌村 它就是在山裡面 其實 用我們的手 雙手合石 就是合掌 那 合掌 造為木造的建築物 它主要是它的構成 整個建造的過程 不用冰子 但是它還是十分的牢固 那 合掌造屋頂 十分的陡峭 也就是說 就是這樣子 一下雪的時候 雪就可以馬上就掉下來了 那 在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到 從何掌村下來 處處都是非常漂亮 等一下我們會往上看 會欣賞這個合掌村 然後 合掌村 這邊 他們這一種 茅草 大概 每 三到四十年 他們就會更換一次 而且他們換 這一種茅草 需要大量的人力 所以每次 有哪一家的屋頂要翻修 真的有一個習俗 就是說 前村的人 他們就會同心協力 一起來完成 所以他們說 他們這一種 合作的方式 叫結 也就是 結束的結 三公怕趕 結果的結 所以這起 這個也就是 他們合掌村這邊 有名的 你看 顧名思義 就是有一條 這麼美麗的溪 也就是 感覺就是 特別的有靈氣 那讓人的感覺 這個地方 真的是風水非常好的地方 好 那我們大家來欣賞一下 河掌村 那有很多人 特別去租河湖 然後來這一種 非常特別古色古香的地方 來看 河掌村 在日本 很多地方都有 都有 那當然 這個地方 就是被列入 這個地方 確實是非常特殊的造型 不管春天 夏天 秋天 來都很漂亮 這個春天來的時候 花也大概都在開了 你看這一次的行程 非常豐富 看到花 然後山上 到了 黑布麗山 又下大雪 然後看到 這麼美麗的 黑布峽谷 那 在這邊 也會看到很多 像神社的一樣 那看到這些水 他們還是有在種田 其實這個是一個 農村 可以說是一個農村 你看 木草 這樣做起來 然後層層疊疊疊 一直疊 每一年就把它疊上去 所以來到這裡 最重要 就是不能抽菸 這個就是合掌村之美 現在我們看他這樣 那他們有新的在做的 新的 你看 開始的 開始準備要種田了 等你到六月份來 他們已經在種田 這個時候是梨田了 這個動作太快了 這是山上人的生活 還有道理 這是我們攝影師的傑作 我們攝影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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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新作的 這個就是新作的 他們沒有用外來的工人 都是村子裡面的人 共同打造的 所以這裡的人 真的非常的 有人情味 在台灣 我記得小時候 小時候 一個小村子裡面 也是大家都 共同 協力 來把那個 房子 做起來 我們看到日本 還是能夠 把他們的傳統 一直的保存下來 這是非常不簡單 也值得 我們去學習 這真是一個 地靈人節的地方 它這個是從最高 高點往上拍 拍這個 和長村的這個村落 這個地方 就是在白川鄉的 和長村 可以說 現在日本算是 比較大劇規模的 一個和長村 你選擇這顆票 你衝一下 哇!我們攝影師辛苦了 想必你是 爬到很遠的地方 才能拍到這麼漂亮 美麗的時刻 總是短暗 看完了 這麼漂亮的景觀 我們還要移到另外一個景點 我們要前往高山古街 那個高山山兵的古道 這邊我們沿途也是看到 傳統的日本式的風格 那我們到了高山之丁古道 我們會看到 日本江戶時代 顏色古味的建築當中 帶著優雅 靜靜的氣氛 展現了非常日本文化傳統的美 這也就是高山巨漆最有人趣的 一個旅遊景點 那還是很多人要排隊 因為我們從停車場 要過馬路 那來到這裡 最好吃的 一定要吃 這個古街裡面有賣吃的 還有賣酒 很多都是在賣東西的 包括手工藝品 也是一樣 你看 多麼有 這個 所以我們才剛才說 這個有一個江戶時代 的 味道 哇 這個是 味噌 這個是味噌 這邊的味噌也很有 好 那來到這邊 可以說這裡叫做 這個高山古鎮 也叫做 飛頭的小印度 這個字很多人一個馬一個丹 有人說飛蛋山 有人說飛頭山 但是我去查好像是 灰頭山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浮宿的老街 兩邊真的都是日本江戶時代風屋 非常有風味的街屋 然後看到屋檐家的小水道 也點綴著歷史文化的街區 沿途看到的就是 酒店賣酒的 還有味噌 味噌汁 味噌店 雜貨店 甚至於咖啡廳 餐廳 紀念品 真的是商店淋漓 真的 毫不損老街的歷史風景 路邊的小攤 可以看到 最好吃的是 杯頭牛烤肉串 不過他們這邊叫 還有牛浴 裡面包的是牛肉的章魚燒 這也是高山的特產 來到這邊一定要吃 不過就是要排隊排很長 難得來一趟高山古街 必定要嘗這邊的美味 才算說已經來過了 不過那個牛肉真的是要排隊排很長 可以看到像京都的人力車 所以說這邊就是有 飛頭小京都之稱 這個不只是日本國內的 他們的旅客喜歡來 連國外老外 也是很喜歡來到這邊 這邊的那個 它的 這種味道 真的讓人真的發思古之悠情 所以我可以想想 旁邊還有一條非常美麗的河流 就是高山古街的 非常清晰的河流 這邊每一條溪都非常的乾淨 茉莉花這個是賣啤酒的 這個是 這個是 歐咪亞夜獎 還有 雙麒麟 那我們現在又來到另外一個 說日本留下來最乾淨的一片淨土 那就是上高地 這個可以說是秘境之禮 這邊只要來到上高地 我們可以慢慢的走 走到大鎮池 還有河童橋 河童橋這邊有一段非常漂亮 大概一點 將近兩公里 那我們沿著這個河流 這一條河川 它叫做紫川 那我們還可以 眺望往前看 上面 那個 叫做燒月山 火山爆花的時候 流出南江被堵塞的 這一個叫做紫川 我們也在這裡看到 紫川上面還有一個燕塞湖 這個就是大鎮池 所以在這邊 除了看 還可以看到田袋池 這個地方是非常美的 那田袋池其實 再往上一點 它是中年不會結冰的 跟大鎮池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已經走在河童橋上 反正你到了每一個景點 都是非拍照不可的 大家好好好的欣賞一下 這個就是日本留下一個最美麗的淨土 叫做上高地 那也因為河童 河童橋是因為這裡有一個河童之流 河童橋的由來 有很多人講的都不一樣 你看到這個山上高地的一種動物 曾經有一個作家 曾經有一個作家 一個作家 他說河童是上高地的一種動物 所以很多人講的都不太一樣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後面這座山非常漂亮 那其實當在這個地方他們發現河童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追一直追 結果就掉到那個洞穴 所以醒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在這個河童的王國裡面 因為這一本書寫了一個河童的故事 讓上高地這個地方聲明大照 也讓河童橋變成家戶易小的 有一個知名景點 還有一個傳說 那個河童是一個可愛的妖怪 所以很多人講的都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看到的 知音 知音公園 什麼叫做知音呢 我們去看櫻花 櫻花是長在樹上的 菊葉 櫻花 童櫻這些是長在樹上的 但是這裡的櫻花叫做知音 知音它是長在地上的 是怕在地上的 所以它是草本的知音 那在河童山下這個地方 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花卉 在這裡不是看花看自然風景 真的是太豐富的一個形成 知音公園 還沒有真正看到知音 這些都還不是知音 看到的是一個小本的康乃興 好多種不同 就好像來到了庫墾 庫墾後褲一樣 白色的 我已經看到了 那個白色的趴在地上 那個也是知音 知音其實它有好多種顏色 這個就是知音 那其實知音最漂亮 應該可以說在北海道 叫東早期 那個東年 這個就是長在地上的知音 有一次跟我的好朋友去看 我的好朋友就 實況轉播給他媽媽看 說你看你看這個是 櫻花喔 他媽媽說你騙人櫻花怎麼長在地上 他說這個就是知音 哇 運氣會不會太好啊 你看大富士山小富士山都拍到了 哇 這一團的客人真的是賺到了 天氣太好了 這話不要太多 讓大家欣賞 這個日本第一神山富士山 天氣太好了 天氣太好 火爹也開了 巳ungs盤也開了 唯一就是指騰開的 不是很盛開 小小的遺憾 阿 哇這個畫面真的是 是一百分的景点 这个可以说是密基因的景点 不过要有天气很好 它这边有八百万棵的护山之音 太美了 用怎么样的心情去形容它是最好 每一年的四月中到五月底 就是知音的季节 所以要来这里一定要掌握时间 四月份比较容易看得到富士山 那这边大概占地有2.4公尺 里面它说有八十万等之音 那里面有白色红色千紫色 什么颜色都有 真的是万紫千红 那又配上富士山这么清晰真是美不胜手 只能说这一趟来走完 来这一趟就赚到了 不是你每一次来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看完了富士山 完以后我们就来到台场 为什么这个行程会这么丰富呢 因为它是早上的飞机 然后晚班的飞机会 足足五天的行程 那这就是台场 也就是一个购物中心 那台场大家来逛街买东西 那大概就会准备回台湾 其实台场这个地方 如果晚上来看叶子 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这一次没有看到叶子 留一点遗憾 我们下次再来一次 我们下次再来一次 你认日本 你最少要来20次 20次你还觉得太少 就等着台场这边都是一个新的建筑物最多 那还有这边也可以游船 也可以在船上晚餐 晚上还是非常丰富的行程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来晚上坐船 欣赏东京的夜景 你看那个桥底下都有船 白天不会那么漂亮 但是如果晚上就很漂亮 我们来一趟高级的旅程 在船上享受晚餐 这一次先来看看 下一次再来 一直开开开 雨田川 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东京 那看你能不能排到天空之树 这有一个角度是看得到 如果天气好 看山看水 看花 看下大雪 也到四季来逛一逛 所以这样整个行程才会丰富 一直看花也没意思 一直下雪 太冷也很辛苦 体验一下就好 人家说出国的话 就是要体验 看看日本的马路 看看日本的交通 那我们坐在巴士 我们真的非常满满的行程 我们把它做最精华的 经典的最漂亮的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看的会喜欢 那我们马上就到成田机场 我们要搭飞机 怎么来就怎么回去 我们从小港机场回来 我们从春天也要飞回我们的小港机场 这个时候大家心里 一定要开心 玩了五天满满 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回到 我们温暖的台湾 温暖的故乡 在Cerminal 2 在第二航向 通常我们要坐飞机 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第几航向 那我们就在东京的第二航向 哇大家大包小包 好像收获很多哦 我们要搭6点45 那这个就是成田机场 这样就要回来了哦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哦 希望这一部五天的影片 会让大家喜欢 谢谢 我们期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